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秘法讲究施恩呐 刚才我提的要把这个联化金社的这些秘轨啊都恢复了 是报施恩呐 这个是文化达联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 第二个工作呢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我俩手机 还是报施恩呐 我们这个师得战绩是这个恩呐 现在我们这个把夏老师陈大叔这个机会 再把他带来学习 还是为了报施 因为这个是他的愿望 他为什么跟我们讲这些 他就希望我们从这个开始里面真正来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什么叫做孝啊 就是以能够继承这个师的志 师的愿 这一段里面就才是希望 所以我让夏老师说我是接力赛跑嘛 我说这样很希望很喜欢我这个题吧 打着法句了说 我接着这个法句我再跑了一段 大家还要更多的时候我可以分分分分这点一点嘛 这不就更多了吗 接着跑啊 那么这一段里头啊 现在夏老师的这个 其实有这个对于大众的那个开始啊 那个在前提中说啊 那很重要 那天这个元旦 造成了很多 今天所要介绍的这一段呢 是在夏世的自己录 这个就不是对大众说的 是夏老师自己要求自己的 那就正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段对我们说的那里头呢 一上来就谈那个一跟二 说一就乘二就位啊 乘就一啊 位就二啊 谈那个一和二 那么这一段呢 跟那个有关系啊 这也是谈的一和二啊 那么那一段嘛 咱们是前几次前几次 谈那一天 所以今天呢 主要说的呢 是自己露里面的 就自己警惕自己的话 那么这个提了一个第一念第二念 所以头一句啊 无论念佛处事啊 皆当用第一念 不用第二念 就是说念佛也罢 这个做一些事也罢啊 这个释法处释法都有罢 这个佛法不足以释法 很多人都把它变成两套了 我说变成两套的人啊 就去看看白毛女婿 这个黄世仁的母亲 就是两套 那不就是两套吗 进了佛堂了 他就佛教徒 出了佛堂了 就是一个恶把弟子 这个不行 就是不要说佛法了 代表是这个佛教徒说 读了论语之后 你读跟没读还是一样 你还是你这么一个 这么个人哪 你就是没有念法 你念了之后 就应该有变化 所以他不光是念佛里的 我要清净啊 我要什么说 一切欲言应人皆悟 一举一动 都应当是 一个证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这个 当然有的时候 你现在可以说 可以有点方便 因为现在在工作的 机关上说是 我这不暴露我信佛的身份 这也是一种 善求方便 说的是你的内心 你这个内心里头 这个它是这个这个 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 你下来过了之后 你就和那个主人 没有任何人两样 那就说明 或者跟你过去没有什么两样 那就说明你修持不得力啊 所以夏老师就说 念佛要用第一念 这个咱们都很容易讲 如果也是一样 这这个东西 枉了 不是仅仅说 既然我上了够了点在江上 拜着佛这是 一切事都是羞恥 一切事都是羞恥 所以呀 自己到底是個什麼情況 要在那個境上去檢驗 遇見了境遇見了事兒是什麼情況 尤其是自個兒怕的那個東西 你怎麼樣 過不去的那個東西怎麼樣 這些都在這些問題上 所以大家老講功夫 功夫在哪兒 功夫這個力道虛弘靜上面 你到底有沒有功夫啊 不看你的人是怎麼 那就看你真正這個問題來了 你怎麼樣 你我先打敗仗了 就沒有功夫 功夫等於零 二十個功夫 你能夠都戰鬥個幾何 這就打了勝仗 這才開始可以做的 所以就是說不是說啊 所以我跟這個 說了之後啊 好像是 千萬不可以變成皇室人的謎 什麼壞事做完了 我一進佛堂 啊這個功德殊勝 我什麼隊都給我參加了 我跟人家照常做弄 你說這個和這種是不行的 那麼第一第二這個 在老師的境界上 深啊 在一般人來說 這個第一第二 一般人來說 根本就沒有個第一了 這整個是在第二裡 所以這個時候 咱們不能夠錯會 錯會了 一般說 啊在這個電車上 他踩著我腳了 哈哈哈哈 他還很不禮貌 我就罵罵罵罵 哈哈哈哈 很自然 就很有氣 這個很自然就很有氣 這個千萬不要錯認 這個不是第一面了 這早不是第幾面了 那麼現在很有氣 後來一想 哎呀我還不一定要跟人一般見識 我不一定要跟他吵 或者這樣啊 流氓很多 他或者刀子捅我一下 哈哈哈哈 我不一定要跟他吵 那麼這個把那個 那個要吵當作第一 這個不吵當作第二 其實都不是第一第二 這都不是第一 這樣怎麼說呢 這不是人人經理講的嗎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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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就是淨土啊 所以在《維摩戒經》裡講的 所以講的很強烈 這個《楞彥經》也說了 說我指南地海映發光 那個《楞彥經》也說是《楞彥經》也說是《楞彥經》也說是《楞彥經》也說的 要掀起所以大家这个第一念的情况 就不得了 不得了 就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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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不要错 我就自己注意 我想干的时候怎么干 不用管我自己的 我这叫第一念 那就错会了 哈哈哈哈 所以朋友的時候還是要克制啊 不過你那個第一面早就不是第一了 這一點是叫生命 真正說到這個第一面 真正說到這個第一面 第一面全是限量 眾生也整天在這個限量裡 就是那個時間的過程 你見色紋身一切是事兒 你那個 我去看一個東西 當然是眼根 你的眼根呢 那就等於照相機的那個東西啊 這個鏡頭啊 有這麼一個物質東西啊在這 這個眼根啊 它有個眼石啊 這眼根眼石很難分啊 咱們眾人很難分啊 這眼根是個什麼 眼石是個什麼啊 那眼根就可以說眼根就是神的物質 眼石就跟咱們生命就是跟咱們這個人有關係 活著 活著 死了也要把眼球來 還可以移植嘛 那是別人的眼根嘛 但是移植你不能把它眼石移過來啊 對不對 這個大家就比較清楚 是吧 眼根就是那個物質眼石 所以一看东西 眼根先看了 先通过这个照相机的镜头啊 这马上眼时 眼时大家知道眼时是限量的 不但眼时是限量的 耳时鼻时这身时都是限量的 所以五八没有问题啊 这问题出在六七啊 所以六七阴中转 五八过上 五八就是这回事 现在是这么回事 将来也是这回事 所以这没有什么叫 对他叫用什么功 我们所要用功的就是 第六十第七十 第六第七十咱们在阴中把它转了 那五八它本来都是圆满 它自然就在国 它就圆满了 它本来是限量 和阿南耶识也一样 你什么来的时候 第七十咱们传出的阿南耶识 阿南耶识就收藏了 也没有分别 也没有歪曲 它有歪曲就坏了 要是 所以限量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这阿南耶识 所以转式称制 你只要把第六七一转 第五第八自然它就转了 前都是称左左治 后都是八元精致 无所不照 无所复复复复 男人精致 问题就在第六第七上 第六是意识分别 第七是知我 所以我们的矛盾就在这四个字上 一个是分别 一个是知我 分别是虚妄分别 编导分别 无分别中间就分别了 虚妄 还有很多颠倒 这 可是在这 虚妄颠倒之中 那么第七时就指我呀 我们回老 我在这 早在这运转 就是第七时 这问题就出来这两次 这我们建设的时候 眼根 马上就是眼石 眼石还是眼根它就是这个 就是个机器 它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这个机器它还是好的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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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眼石它就是在石子属于咱们这个 啊 就是活着了 这掩饰就接触了这个,那这掩饰一来,一时跟着就来了,一时就分别了,一分别就成了这一句。 而这一分别就成了骗济直,它就是执着计较。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骗济直里面,第六十它起作用。 但是虚妄分别,颠倒分别,所以现在说老实话,所以就是现在这一屋子人,我看见这一屋子人大地上边这一切,这都是在骗济之中。 你们看见我也是一样,这一切都是骗济之中的事情。 为什么有这个,它就有一个第六的意识在那里。 所以从这个骗济的掩饰,到这个骗济直的意识之间,没有时间停留。 那众生就是没有修进的众生,它就是这么坏。 那不等你还知道你这个限量是什么境界,你已经,就好像那个麻子,本来是麻子,这是一条一颗麻子。 你一看一看,以后是一个长重。 所以当你看这是长重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那个麻子,你近到你的眼睛就来了。 对,你看这是个长重。它本体不是个麻吗?你这个东西不就是那个麻吗? 但是自个儿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因为你骗济直一来,你一时一分别,你一看见你就说这个是这条车,你就咋了。 所以能够认识是个蛇,你就不会跑。 你一看见是个蛇的时候,你就咋了这个本体了。 那实际,整个暴露在给你了。 你要知道,你看见是个蛇的时候,你看见大地山河的时候,看见一切的时候,你看见我,我看见你的时候。 你这个妙明真心就整个无遗的都写着给你了。 这麻吗?它为什么会有这条蛇帕就在麻在那儿呢? 你看这一切,这一切就是整个的妙明真心啊。 可是你这个意识来得太快啊。 这个就是这个第二年了,这个第二年来得太快啊。 那就是整个的。 那就成了长通了嘛。 那你但是看的是长通了,说,你不会相信这是麻生。 我看的是长通,谁说是麻生。 我告诉你,连麻生也没有就是麻,你这个就奔不奔不奔不奔。 所以我告诉你,这都是你的心,你这都没啥,是我的心。 是不是啊? 所以当用你第一年,所以这个色跟生,哪有什么反应。 那茶色不就是看见棉花吗? 活着练习着一只花嘛,他会看见这个花,他就回家开了。 那后来中国的凌云,看见桃花盛开,就回看见桃花。 那个香檐,扫地,扫地一个石头嘴,拿剪这个石头嘴一扔。 这很自然嘛,那扫地一个石头嘴,石头嘴一扔, 一扔,碰着符涨,发着一响一响,开悟了,一声音。 这剑色纹身哪里有坏啊?是不是啊? 这并没有什么。 是不是,我传计啊,这剑色纹身不用工啊。 你只要不齐那个,分别嘛。 但是这个不齐分别呢,不是一般的。 他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他听见竹子一响,石头嘴打竹子一响,他就看见。 为什么灵魂看见桃花盛开,一看桃花盛开。 人家到这儿看多福,找多福,多福在这个河那边,他在河那边都开,拿扇子一摇,招呼他,咱开悟了。 这个还看见多福本人了,还有人看见多福没有没有,那个棋竿,那个棋竿上翻,一看里翻,就开悟了。 我不需要跟你谈什么。 这件事是来渐称的。 所以见色闻声终于运动。 这一点,像这一点当鸟的一 early们。 对一而已。 在这个境界之上。 我们就说这是老师的境界。 目前不是每一个人。 我说我要入第一年,我怎么使得第一年呢。 一听一听讲的话,他就讲我,赶紧说,这是这,我老师是第一面,这个就是,但是他都讲了有什么用啊,老师竟然比他有。 这个第二面是什么,这个内容嘛,我们念佛中,什么都叫第二面,我们要把那些都去避免,知道吗,正好每个人都用得上。 你耽误第一面,第一面,你看到孔巴洛斯那根本不见得,还有这个,咱们去去的那个,这个,这个,太深了,这个,这个,这个,一天天见着,我认为都有限量,这个太深了。 就是你不要这个地窖分别,这个,单单纯纯起这一面,这个也就是很有理,很有理。 我们提起一个例子,同一个就是这个博士,小孩一点点高,到庙里去看见一个这个博,一个古代的博,他非常庄严,他看见这个美啊,赞美啊, 他没有表示他的恭敬,表示他的赞美,他就把这个博,我一看他顶在头上,表示恭敬,他就把这个博顶在头上。 他就一顶,别人就觉得,哎呀,你这个小孩啊,怎么能顶得住这么重的东西啊。 他反正想,我这么个小孩,这个还是很纯啊,我怎么能顶得住,哎,马上都顶得住。 这也是说明啊,咱们那个不大好体会,刚才说的那个,这个就好体会了。 就是从此,轻轻静静静的就这么一面,那这一面它就是超乎寻常的着落。 你等到这个世界,咱们这老的这个老一套的这个这个玩意儿来了。 啊,我还很小,我没有这个力气,他应该很准,我应该顶不动。 这些东西一来,你就顶不动了。 这个古代的,咱们不说这么远,就说进来。 我们要知道这些事,你说实际上,就说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比较远连造成的。 我们要但是不大可以信,所以我们也讲一点例子,不大可以信。 这道理是很难信的。 说到个戴山字,如果去就可以去,去游游戴山字。 这个戴山字有一个人闭关的,他传说他闭关之中,他这个官房的上了所的。 那很严格的,比我们这严格的,不出来的,上所。 那不能再想出来也不行。 那吃东西给你送。 他大便下班盆拿出去,别人有人护持你的官。 那不能出来。 也不能有人来跟你聊天。 可是他在关之中,他想一想,就是这个我想起。 大便是百合。 现在是清清清清欢喜的这一面。 今天就到了大便上百合。 他说这个,他说我还在地关,我回我官房。 就回那官房。 那走到官房,进不去里,锁着门呢。 会在那儿等。 等门,秒了后来来来来来,什么事情啊,你给我开锁啊,让我进去。 他说我给你开锁,叫你进去,你怎么出来的。 不是,不知道啊。 我轰动全庙。 这个事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当然我听的时候,这个事就说明好多问题啊。 大家知道。 说明好多问题啊。 不能轻视啊。 我就问夏老师。 我说,夏老师,你知道不知道有这个事儿。 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亲戚。 他是外申之物的辈子。 对于夏老师,外申辈子,这么一个人。 就是他在那儿闭关,真有其事。 这不是一个证明。 这一个证明当时还不过,我再有一个证明。 那时候,他老去南方以前都从北京路过,快解放了。 那我们电台请他,那是我的电台,我警察电台。 那我亲自招待他,他呢,就跟他回去。 我说,我说,老法师啊。 我说,你战三字的方丈啊。 我说,当年听说战三字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是不是真的。 老法师知道不了这个事儿。 我怎么不知道,我当时就是方丈。 是确证。 确证。 你夏老师的亲戚,哈哈哈哈哈哈。 在那个庙庙那个方丈,就是他老当代的告诉我, 我就是那庙庙的方丈。 所以我们都要知道,不要被这个人骗过。 说人的迷,哪里就是三度空间了。 你这妄想执着,所以你这三度空间。 那你这个墙壁它就挡住你了。 在你这个第一面的时候,什么叫墙壁啊? 什么叫肉体啊? 就是无碍的。 要到大点就到大点。 这是第一面。 你回来的时候,看见官方有所进不来了。 第二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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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差这么多。 这个事情大家都把它记住。 看人说没问题。 你说这个心境涉及是功啊。 你就真喜欢讲道理啊。 讲道理,你总都是想这个故事这么这么这么深刻。 你这怎么不空啊? 这个里面的说这个,这个什么张某某什么, 阿丽一下子把他批包, 这个把这个录音机啊。 现在是这个秦找了一个这个。 哈哈哈哈,他找了这么一个人啊,提议功能啊。 这个录音机的唱歌是录音的时候, 他这一下子就要录音机进入那个保险柜了。 啊,这还在这儿再唱呢,进去还唱。 啊,这个电线怎么办呢? 电线从那个保险柜不够缝儿吗? 还在那个缝儿连着呢? 他一拍过这就进去了。 那么,据他说什么,有个人帮他忙吗? 这个大家去科学去研究就好难办,好难办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本来哭。 这都是你的妄想, 你一直认为他有这么个东西, 堵之不能进。 这没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 所以那个阿丽其实也并不很高, 这个好像这个什么是吧, 拿拿鼻子去闻。 闻不高吗? 去闻东西嘛,他说是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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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可能还是别的啊, 还闻得这个动物喜欢闻得很多。 啊,他就把这个是这种这种发, 这种是这种这种, 这种是这种啊, 这种是这种, 他这一种他们这个通啊, 这种是这种是这种, 你聊个通吧。 你不管你什么通吧, 总之说这个为什么能够如此? 你说另一个树也罢, 啊,总之它是什么? 他有一个根本的, 根本的就是这种, 这种根本是什么存在。 很多是账研发啊, 啊,很多是账研发啊, 这个账研发是什么? 这个,从前那个这个东风市场, 从前是, 没差一点钱呢, 里面有表演的, 哎哟, 咋子,咋子, 咋子, 咋子, 你们不行啊, 这都还行, 这没几个还行。 这个茶额被他们看见, 被信, 看到大家非常入神, 他都很平淡。 什么平淡? 这个这个, 等一会儿啊, 这个又来看, 看这魔术的也来了。 啊, 今儿这个精彩啊, 他就问的是, 你们这看见什么这么精彩? 今儿个啊, 这个太奇怪了, 把一个大牛拉着坛子去了。 这哪有这么回事啊, 他, 我身上看见清清楚楚, 我看我里割了个蛤蟆。 他这蛤蟆, 他楼上看啊, 他没有被催眠呢。 他看着, 他在楼上看, 没有被催眠范围之内, 看着被他催眠了, 就看着把他大牛拉抬去, 他就看着精彩, 就不得了。 他说, 这个是平淡的问题, 这些人干嘛, 这么发愣啊。 所以这都是些障眼法。 我这个, 这个这个, 一度是这个日本人打仗了, 我在北京本来是想出国, 出国不成了, 我也不愿意跟日本人做事。 这个北京变点英文, 英国老太太, 就聊天, 读了一个话剧本, 就讲得很神。 他问我说, 你信不信? 我说,我不信。 我说, 这就跟着好玩了。 这我信, 说印度真有什么神经的回事。 我们就打坐, 出这个事。 他就说, 有的人这个, 就跟咱们那个聊斋啊, 偷逃是一样的。 把神经人扔到天上去, 这个人怕得很商店。 经常给这么聊人。 那后来叫做给他炸电影。 嗯, 整个电影照出来之后, 这个人始终做点没动。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电影机不受吹勉了, 他没有意思。 我们就是, 他有什么, 演示一来, 意思跟着, 那又说什么样。 那又催眠, 你看着上天了, 实际上他不能做成这种。 所以有许多所谓的, 藏年法啊, 所以我们也就看着, 有些东西啊, 啊, 有些东西啊, 为共约啊, 都是, 没有看到那个实际。 没有看到那个实际。 这个, 对一面, 第二面。 就是我自个儿也有这个劲。 那这个, 解放了, 找参加大学去交付。 那, 那么就, 也要, 这边也要, 有个小型的佛堂啊。 我就想请几个设例。 就是, 有很多几十个设例。 我就想, 哎呀, 我说, 哪一根, 愿意去山西啊? 是吧, 我就拿个针, 我拿针来请嘛。 哪都愿意去嘛, 我针就把它吸过来了。 拿着针, 把针拿着, 拿着针, 把针拿着针, 把针绑里出去, 去粘削里去了。 那几十个里头, 我粘上一个, 粘一个, 就把它, 就把针绑里, 拿着来到, 把针绑里拿着针绑里, 拿着来到, 你直接没有吸引你。既不是磁也不是电子。 这一念之后,他为什么能吸呢?你觉得一声再怎么沾也不吸吗? 他附生在旁边看了,他们好久在看,当时他们又认为这针就是能沾的。 这一类啊,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任何杂念的事。 只起这么一个念,这个念,不被别的这个杂的东西搅在一块。 这么孤零零的一面,他要去拜博啊,要举这个塔,举这个博啊。 你用针可以去沾射力啊,等等。 他这个,在这个时候,这是很特殊。我从这个干校回来,很高兴。 你现在回家回不来了,问题太严重。 天天干,你等着进监狱吧。 哈哈哈哈哈哈,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都恢复了。 这个教授也恢复了,监狱也恢复了,回北京。 反正很高兴。 反正是一个差一个车,我们到车站呢,我们有一个,还有几十个队。 我们还有,我都也上了。 那个车嘛,它后的不是车那个那种,后的不是车板吗? 这个把车,我们已经装上去了。 坐上去,不是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的东西,上车很容易了。 这东西已经是立起来了,或者那个把车,车后那个把车已经立起来了。 那么地下还有些东西,别人东西要带着。 我都说,我要个一时就是帮我帮我忙的。 两个铁子都挺大的,我帮我搬一个,我就搬了一个。 我说上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老挺痛的啊。 轻得像个书业似的。 就旁边一个人说,哎呀,你这样可真了不起。 我这回北京,我非跟你学秦工不合。 我说,我不会什么秦工,什么秦工啊? 哈哈哈哈,哎呀,真可怜。 真要是好事,什么事,你会问我,你会说什么。 我说,你没看见,我说他没看见。 这个车上一个开车的,还有两个跟车的, 20多岁小伙子,那两个跟车的后,举这个炉子。 这两个炉子,我搬上一个嘛,那俩举这个炉子。 炉子不是这个板吗? 他这个炉子上边刚骑到这个口那儿,是上个车。 这两人上去,那飞进那边,后来那个司机过来, 我从底下撒着拖着。 他越过这个板拿过去,说你看见了。 到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感觉还是清晨。 那你在这个无心之中啊,你就没有觉得。 没有这种思想,就是他很沉,我的力量不够,你看。 那他就很清,我觉得很清,我怎么这么像个书一样似的。 就这么就发现了,哈哈哈哈。 我说奇功,我是一点奇功。 这个不是奇功,这就是什么,就是去经验。 就好像那个,那个时候出去一样。 所以这一类啊,我们主人不是谈奇异能量。 这就谈出了第一面,第二面。 我们都这一切都由于妄想执着呀。 为什么我们今天是这么这样的,没有什么能力呀? 没有什么能力呀? 就是由于自己的幻想执着。 这也是个正经。 底下呢,我们都很有用了。 事上念佛这个第一面呢,这几句话呢。 也是大家,可以说。 什么叫念佛怎么是要用第一面呢? 念佛时一切莫管。 所以我老说,大伙放,就放。 一切莫管就是一切你都放。 这不放是不行的。 你一切都别管了,佛来也别管,佛来也别管,佛来也别管,念的好也别管,念的坏也别管。 这一切莫管。 只是字句分明。 这是一句佛号内,直贵字句分明。 这是轻轻不出。 我什么都不管,我这就是灰色呼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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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老是念句,毕所为,你念的。 你看,平平常常有什么。 咱们说是今天,你要需要打一个跟头,打1080度, 就你在空中转三个圈,那这个是难的。 你平平常常是怎么,你就这么做是,你就平平常就这么做是, 这是什么难的。 你说,要叫你现在做一个表演,要叫你1080度, 哇,这虚平平平,转三个圈,那当然就是难的。 我说,只要你平平常常,你看你这么做的,这么做的,他这么做,这么呆的。 我说,这个没有难的,就是不肯信,你不会说。 我说,就是不肯信,我会说。 这句话就是这么简单,你老实念,别做坏。 就老实念,这就所谓第一念。 他说,我们把第一念做的那么样子啊,色素,是吧。 就是啊,可是这个念佛这个内容的第一念呢,就好像这个非常大,没有什么难的。 就是这不难的。 就是不难的。 这就是难信意义之法的。 这就是不难的。 就是不,既然是容易呢,多少人往生,多少人往生也不多,就是难信的。 我说,这要去做不是很难的。 我说,四句话哪句话哪句话呢? 我说,你一切都扛起来。 你就难了吧。 你要管领养,管国家的事,你要到千元去打仗。 你要科学上,你一个拿出成果来。 你一到佛学院给我讲课,你就给我借台外宾。 你一天不够表演奇异功能,你什么都得管。 这难了吧。 这个不知道你多多管有什么难啊。 この人都你耍几千斤的刀。 この人都耍不动。 この刀你放下。 这什么难呢。 这个不是个难的事。 叫你放嘛,你扔,不算叫你扔了,你扔得猛越好,你扔下去完了,一撒走就扔了,你撒走还不会。 他就是这个给你说,就是极难了,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不信呢,他不信呢。 你就是这字句分明,这你们小孩就会念嘛,小孩念得很清楚,可能小孩念得很清楚。 可是真正你要是真要念下去,你真要念几万遍,你就还能保持自己。 但总之说,这个是异性,和别的方法比较是异性,你只要把这几个字念清楚,小孩都会念得清楚,大人更没有问题。 就平平常,这四个字,很多人就是这个选择,他就不感兴趣。 一百个,九十九个半。九十九个半,就不甘心于这个平常。 他就不理解这个平常,就是最奇特。 一切的奇特都没有这个平常的奇特。 平常心是道,我经常的话,什么是道,平常心是道。 很多人问赵州,赵州什么是道,墙外边。 出外墙外边不是有道路吗?都不道吗?墙外边。 哎,我不问这个道,我问的是大道,大道,大道透长安。 叫大道突兴平安门呐。 就大道从天安门呐,就从天安门呐,就大道。 我问他,什么是道,平常心是道。 所以就是说,非瞎视闻道,大笑是道。 瞎视听你给他讲道,他大笑,这里头可笑,荒唐,荒谬。 就是。 非瞎视所谓的比例,平常。 你告诉你,我来以后,半天,学了半天,就学个平常。 哈哈哈,那叫大笑之后。 所以夏老师,道在平常中,习君未晓得。 道就在平常里头,可义不懂得这样。 就是难得。这话你不说,这都是中国话, 但是这话就是很难得。 就是平常西安门呐。 所以等到这个高峰啊,大车大火以后啊。 这个高峰是了不起的诸实。 就等于中国的米勒热吧啊。 在这个天木山啊。 这个就在半山上,这是一个鸟窝啊。 打了这块木头,跟鸟槽一样。 一半这个山洞,一半就挂在外面。 没有一个整个的房子。 都是风吹雨打。 就一件衣裳,四地就一件衣裳。 就一个破盆。 就一件衣裳。 就是拿着剪点柴窝的后盆衣裳,就不吃。 就是他就吃。 也不听法,也不洗澡。 他已经开屋了。 从二十岁出嫁。 最后我三年之内一定要开屋。 开屋之后呢,没有这么容易啊。 后来别人告诉他,说的是, 爬那儿有位老和尚啊。 很关心你啊。 你去见见他吧。 所以拿着香,很无法地见着老和尚。 把香点完之后,就走。 老和尚把棍子给打出来了。 打出来了,一路就哭。 可是第二天他还去。 还去给他就讲到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怕打是不行啊。 这一次打出来了,什么话没说,就打出来了。 哭着回来了,他第二天他还去。 就像夏老师见醒老师。 帮你,那醒老师就爬一桌子大马。 梁总明在呢。 梁总明给人讲,就讲前半句话。 我说,后来还有啊。 然后说这个信号打拿了,后来试着,过不过。 他说就跟老法师说,老法师你也慈悲, 我就是慈悲。 第二天下午还去企务之后就哇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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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儿这种都不能什么的 那就不好办了 不是有真心的 去企务之后就告诉我 你们现在也可以来 一天再来 来我就告诉我 怎么做分析 不谈这个 那么就指点她 指点她们 疯了 就企务之后就伤了 就过了二十几天 她就这个人老三就提个问题 就是一进门就问你 谁叫你拖着死尸来 谁叫你拖着 拖着这么个死尸来啊 刚想回答 疯了就打了 再一起 一进门还这个话 谁叫你拖着死尸来 问完了就咋 几个月就这样 没有别的 所以老和尚要到别处去了 说我调走了 到别的庙 别人请 别的庙请去 他就想跟着去 跟着去 想跟这个俗家父母 从我这儿十别十别 浙江人买 到了这个俗家的俗家 看着太小了 就把她那个戒铁给她偷了 这河上没有戒铁就没这么挂单了 男人去不了 没这么挂单 又走不了 所以这附近一个人来 另外又穿这个万法皈依了 一归何处 那有一次俗着俗 忽然间她就动了一群 所以潺潺难以起啊 这开悟都是在这个无心丹媚中的事 为什么听着竹子她一想 见一只花就开悟 她已经在无心丹媚之中了 那么她就一寻花 就这一念了 就因为看着这个别的和尚啊 就是在这个做佛事 大家就是到这个祖堂 到祖堂 她也就糊涂糊涂 她这个心中也没有什么分别 也没有什么这个第二念 别人 她其实她并不是在他们这个 安排到这个活动里头 她也跟着他们后来 也就上完祖堂了 上完祖堂看祖师那个像 祖师那个像 祖师那个像 自个儿那个大纽有这么一句说 一年三万 生三万六千日 人一辈子活一百年 不过就是三万六千天 一生三万六千日 反复原来是这一汗 反复原来就是这一汗 所以想到那个谁扩着朴子来 这个不敢错 开悟了 开悟了嘛 她师父就找到那个师父了 就是打着那个师父 这正是开悟了 开悟了六个师父 所以就问他 你现在怎么样啊 你这白天这个王万之中能做得了主吗 能做得了 所以就说 不是两截啊 你就要在这个里头做得了主 你才算 你这两截 那叫什么 那就是黄世人的妈 做得了主 你夜晚做梦 夜晚睡到你梦中能做得了主吗 你做得了主 你做得了主 所以古得 你看他后来那段是在这之后啊 就是晚上也做得了主 你一晚上睡着了你就没有梦的时候 你主人梦在哪儿 就打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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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打了主 就掺这个公安去了 就经过几年啊 经过几年是是是是 别人睡觉那枕都掉地下 啪啪一响 她真开悟了 她在政治街坊就是高峰了 所以高峰第二次开悟之后她就说呀 所以高峰第二次开悟之后她就说呀 就回到这个平常心里 这两段的开悟 白天明做主 反正顺目龙做主 这还不行 还残在破 她的两句是什么 回来仍是旧是人啊 仍是旧时行旅途 这真正的平常 一般都是说回来仍是旧时人 不是旧时行旅途 这个是初步的路 比如说我从天明回来 我回来还是我是回来那个人嘛 可是我那行旅的地方 不是过去那个行旅地方 这么做也可以 再有说 归来不是旧时人 仍是旧时行旅途 我就是专业吃饭 现在还是专业吃饭 可是我这个人变了 过去我迷 现在我不迷了 这个东西在平常之中 才有点不平常 走到高峰嘛 她就归来仍是旧时人 仍是旧时行旅 大家也可以都这么说 你们回家之后 我回来还只旧时人 还只旧时行旅 多 要分是同是别 哈哈哈 这个就是这个 所以平常心事到了 不要想孩子平常 不要想孩子平常 所以我们正要是 就是不要生那个求奇特的心 真正平常还是不大容易做得到 苏老师 你不要去求奇特 坏就坏在这个求奇特上 老师念佛 老师念佛 老师念佛就是这么一句 就是这个政治的局面 这样开始 直念当前这一句 你什么就念前这一句 你扯啰嗦 你扯啰嗦 你怎么扯啰嗦 我又不能相续了 我又什么呢 这个那啊这个 你哪那么些啰嗦 你就念这一句 什么叫相续呢 相续不相续啊 相续就是啰嗦 念过去都过去了 没得拿没得拿 阿弥陀佛就念这一句 你底下 阿弥陀佛这一句 这什么事也没有了 这就是第一念 你说谁不会 你说这样什么难呢 就是不肯呢 那么底下就是第二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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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经道不肯 经呢 经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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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的不好点 字经呢就是字闹 不肯要 你再有时候说 说经其功啊 什么尊其慰啊 经就是八药 当然这个字经 这个字毛为别人强 这当然不行 这很强 啊 显摸自个儿 夸耀自己这个金 这当然就不好 就矜持就不好 就矜持就不好 这个就很细 矜持是怎么着呢 这个人就好像是 我老是要注意这一点啊 我老得怎么着 啊 我就有一点不意 我要表现的 修行什么啊 哈哈哈哈 我表现的 我应该 是修行 很一样一些啊 矜持 矜持不等于善后几面 善后几面就是好的 所以大家说不要这么矜持 我不都是放任 那放任更错了 所以说它善后几面 善后几面是在念 心里头 它里头 矜持是在底表上的 表现上的 现在很有无疑 很端光 能切一切的 所以这表现流露在外头 这就叫矜持 就是 多少什么 刻制点 保险 就是好像端着点 那个架子 或者是说 哈哈 或者是说 那个意思 有点做做 这是金 上后几年在心里呢 所以 所以福萨还上过几年 不是都是叫你这个随见 什么 但是它不是流露在外头 你外头看着这个人 还是全部什么 很多缺略 很多什么 什么东西 好像一般上说的 现在这个 那个瓷台 不叫做菩萨蛮吗 天词 调记 菩萨蛮 这个蛮的是白的 是菩萨蛮 修我这个 修这个 什么叫菩萨蛮 那像 像度母那个像 还有说自在观音那个像 南海观音那个像 斜靠着 或者手送着 或者是这个菩萨蛮 一个神 一个创 就不是那个 这个防腐座 什么那么专座 就说菩萨蛮 后来那么白的 就跟菩萨蛮 他不是那么矜持 我一定往随时说 保持这个白的 约着一个架子 那但是他是理了 他上过几年 那个二族 他不是云芳九孺 那你这个出家人 都往这儿跑 我自调心 非观如知 那就没什么叫矜持了 我调我的心 不关你的事 这个他就是两种做法 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就是 让大伙看着你 这人不错的 一个就是 我真正的理 都是怎么回事 这个别把他搞混了 一说我就可以 多数什么都不管了 今要不好吧 这还这么 啊 这还这么那样 这就 造呢 咱们过去都见过 这两位这两位老巨师都过去了 这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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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巨师一位老巨师也是过去了 哎呦 哎呦 你看看我念 我就知道是实际怎么修的 就表演都给我看 念念后来也是 这个人身体 要忘记啊 这个佛祖的重力 哗啦哗啦 所以他一天念三万 怎么不够三万 他那佛祖哗啦哗啦飞 哗啦 就好结果 哗一下就过去了 哗啦哗啦哗啦 哗啦哗啦 哗呀 这个造和这个急造情绪分不开 哗啦哗啦 哗啦哗啦 这个想很快地成功 即造情绪 连世界怕得不成 哗啦 所以这个这个 哗啦 哗啦 它就 它就是 它不能老实念 所以我们这个这些 就在這個地方咱們要注意 咱們現在聽了之後啊 都去用工去 你說我做到這一面這個很 我很難打 你說我平常我也平常會出來 這些問題咱們去避免 我們總一步一步來嘛 你說總不能一口吃一桌酒席吧 我們這個拿一句 我這句話很明顯 我就去治這個病情 寬也不一定進去 做這麼一個樣啊 我這條鐵道很公斤啊什麼的 很公斤 早急早上去封城 啊這個很實勁啊 我常說是矢橫進啊 矢橫進要把車推翻了 車子這麼推車順勁 一矢橫進不就翻了 不能矢橫進 好多人都喜歡矢橫進 橫對著 啊這個勁兒都不行啊不順 出動 老爵呢 我怎麼樣 哈哈哈哈 看鏡也是 啊這個是什麼什麼位子 這什麼什麼就是什麼位子 我這兒是我怎麼 哈哈哈哈 老撲動老琢磨 剛練的好想 哎呀我這個是不是 這個這個這個 呃 這個 這個好多嗎 所以他就是這個都是分別嘛 就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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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亂不成病 你念法人的很散亂 乱七八糟 當然是毛病啊 你分別就隱魔君 你說這個話就是這個 他要切到大老師的東西啊 這是菩薩 要不這麼看你 就對於對於這話你不很好去重視 那是肉身菩薩 我們就是不懂得這平常 我們就非得祈禱他放光 哈哈哈哈 這才菩薩 啊 對於這肉身菩薩 他就是平常你就不認識 就不認識 哈哈哈哈 就是啊 這個分散亂不成為 你念佛念的散亂 這當然是病啊 固然是病啊 可是你要去分別去 你就引來魔君啊 哎呦我這面子是好 你這是不好 你這就把魔君 拔完這魔君都引來了 你那也不過是點病 你再去分別 你就把魔君都找來了 這兩個分量大不一樣 所以你就這麼念 你就這麼好也就這麼念 不好也就這麼念 這念在這著總有幾句 它是 啊 第一念了 不然暗可道明了 多這麼幾句兩句 是幾句限量 那到了這個時候 這一句兩句啊 就比那個散亂的千句萬句 一樣 因為他到了那個時候 他這個無限大 你在這個第一念中這一切 他這個無限大 你其他你總有點琢磨 我用功夫怎麼怎麼樣怎麼變化 你那個這個數字 你可說等於多少 一的一次方 一的一次方有數吧 一的一次方和無限大比較 一的一次方等於零 忽略不計 你有數 一的一次方再跟無限大比 你也是忽略不計 西地玄妙 中間就是我看 這這還有 我就看我這念這 我這不是還有這個聲嗎 這個聲嗎 不是還是這個是陳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這念這還有一句佛號 佛號不是還是有念嗎 我沒有理念啊 都在這瞎著我嗎 用梨幹什麽 你多了這個要梨啊 底下要說 你這個背禁向心啊 你這一些禁有什麽問題啊 你所謂求開悟是一個西禁玄妙 再有很多人希望見佛見過 那這個是青春活佛啊 那時候這個日本的青春活佛修了法之後 啊接著去虛老修皇之後 這個重慶就沒有轟炸 那很立竿見影 那就是重慶大隧道一死死一兩萬 那苦過大隧道之後他出不來就憋氣啊 都是日本人炸彈死這麽多 那炸彈的這個威風我也是領教過 那個炸彈在頂上爆炸的時候 那時候人在裡就蹦起來啊 哈哈哈哈 我們住在那 就是我住在那地方 就要從縫空出來 有時一路下的屋子 裡面都是火都燒起來了 所以我們這個 不要襲擊一些 不要求通啊 不要求求通啊 不要求求通啊 就從這些的這管理 一種是想開悟的 懸念 得到什麽異性不亂啊 總是先就有盼著這個 再有嘛 就想見佛啊 見光啊 或者輸聖啊 那不就是青春活活來嗎 當時就是炸彈這麽厲害啊 青春活活來的時候 有人問一個問題 咱們修密的人 如果修到我能看見本尊 跟本尊說話 這咱們修密的是大成就法 有 這只是看三個開始 所以大家有很多人就覺得這個密宗感應很快啊 很兌現啊 就在這個地方 你就是你看這不是很好的 其實這個不算什麼 這個不算什麼 真正的密宗 是第十三地的佛 所以十柱心 就是第十個心是超過花園的 是秘密莊嚴心 所以這個在妙覺之上還有啊 《倫茄經》就有這話 《倫茄經》就有這個話 所以這個達伯沙《倫茄印經》 所以這個經別死心眼 你說我這本經就是 就是 就是 只有這個就是 就是絕對的 別的跟這個不一致的 就是不行 不一定他那話得有經啊 那一個經它是對於這一班人說法 它都有一個對績的問題 人且就講了 《妙覺之上》還有大絕聖聖 還有一個 但妙覺之上只有第十三地了 是初第二地到十地著十地 等絕妙覺兩地 十二地 再告大絕聖聖聖這個第十三地 大絕聖聖聖聖就是什麼 就是密度上如實知自新了 所以這個禅痛的開悟不能小看 但是禅痛的開悟呢 密度是排在第八个位置上 华岩是第九个位置上 密度的秘密庄严性是第十个位置 这个心哪 这个心哪 这个身后到什么心里也不一样 你看见月亮 大云大雾的时候 你看见月亮 万里无云的时候 看见月亮 所以这个 等觉菩萨见佛性 还如物理的嘛 在物理的看这个块 看见佛性 这个佛真正事 万里无一点有没有也没有 所以实真正的 十二地十三地 到了地上福的 就是破一份无名 显一份本性 也就是见一份发生 不过就都在这个问题上的 这个透彻的程度不一样 但是这个都不是你去希望求来求得来的 你只要有一点想求得的 这些你就得不了了 这个话在这必须的 你这老人 记不老想得的这个 你就得不了了 你想往什么下 你要想着这个意性不乱 你就不会意性不乱了 都是一样的道理 你要想开悟 你就开悟不了了 那要想见佛 那个就坏了吗 这个硬梆法师讲这个话 我把硬梆法师在那个 这个广华字一说 当时一个女婿来找我 我就犯了这个病 那这是对线 我估计有人会有这问题 我就在那说说 总是做这个 那还是估计 他没想象 真是真有这个情意 他说我就念观世音菩萨 一辈子我就想看见观世音菩萨 我就看见观世音菩萨 随着从此就不得了了 成天这个东西 这个怪异象都来了 就没法办 成天这满屋子都是 那屋子请不坐 一屋子人也不行 也是满墙满 晚上我也不能睡觉 敲碎 行动敲碎 我没跟任 我只跟两个出家人说 跟您这是第三个人 说这话 那时候唯一全然大卫都知道 他说别人跟我 我说念的大卑瘦 我说你看这行不行 我说你别念咒 我用念咒去压的 你还得跟他做顿啊 我说你真正去说 我自己去 这个 所以一个老和尚 总统给他变现了 这个野鬼 说野鬼计量千般有尽 老僧不闻不读无穷 就是个不管的啊 那么后来扶两把 这都抄了给他 说他真是抄了 他跟我道谢 说没有了 随便安了 这个西级心就这么坏 那个硬碍 你没有得意心 这些千万不要求 看见这个 看见了 那这个就是很眼前的人 就是他现在的 那如果想见 那眼光阴 我想看光阴 很自然 看见了光阴 谁知道 从此天下大乱 所以我们就是说 没有这个正修行 不过我告诉这个 这个公安 我一个和尚 他就在一个野地上 就立了个庙 这个地方本来有妖魔鬼怪 这妖魔鬼怪 就不干净人跟着住 他说不安哪 我们有鬼跟着 我们不安 这鬼又人住在他地方 他也不安哪 他想赶你走 有这献佛 有这献佛 有这献狮子 有献豺狼虎 有这献成妖魔鬼怪 大家全妙的金融 咱们搬家了 三年之后 什么事也没有 看不见了 大家说 现在东安宁 那就是老大 就总结了 哎呀 野鬼 地量 千般 有金 他懂得成了完了 老僧不闻不赌 就无穷吗 他不知道 他就在这里 说我们要得 这第一一体 所以现在 大家就不容易犯这个 我吸气 学貌 想开悟 想得一心不乱 想见佛见光 想得感应 还有人想得的奇异功能 或身体的什么通达 这都是不服 这就流入第二年 这不是第一年了 头一个是精造扑渡 第二个是西技学妙 第三个这个毛病更多 技工 老那儿计算着我这个功夫 我的功夫怎么样 老那儿计算着那个功夫 计算那个工程 我这个工程到了 做什么程度了 老那儿计算 我这个到底怎么样了 一生佛好 一生心 一生佛好一生心 当体即是 念佛时即是见佛时 见佛时即是成佛时 因此你念佛时即是成佛时 这多么直接了当 你还有什么在这盘算 他就要颠倒 你就对这个心不及 我就非得去把这个金刚钻 我去换个冰棍吃 他就不知道我这什么钻 是什么 倒在手里 他这个汉的冰棍 但是又是你这个心不及呢 这个金刚钻嘛 你没有画嘛 你还是个金刚钻 但是这个佛号的话就不是 你这么念的时候 你不是这种安安心心的念 就变成第二念了 而第二念就是啥 第二念就是实啊 第一念就是智啊 第二念就是实啊 既从求夫 足享快 我这个享快的心是个什么心 就是个不安分的心 它不是个悲心 悲心的还是享快的 不一样 就要表现到一切处 它是悲心 它支持我修饰 要是享快 就是享快呢 就是 出出我自己吧 我现在出功了 我早成功了 也就是不耐烦的 不安于这一种啊 长期的艰苦的休息 就像很快很快就行了 你不是一番寒澈谷 真的没话扑鼻 总是只想没话扑鼻 像不愿寒澈谷 像快 还要快 所以净净法呢 已经快的不可思议了 密法的快的不可思议了 这都快 还觉得不够快 不够快 就快 这前度这都比较 这个毛病 大家做写 这很普遍 这对它是个毛病 我们都很好懂 一提当中 认为这是毛病 我们人说这是优点 我们在待过来还没有 你说这个 西纪学校是优点 没讲可能认为 这不是什么毛病 这都不是 不是什么 第二点 底下这个背进上心 会断不达 那觉得这个对吗 如果不去 去去去去 去追那个劲去 我背着那个劲 我向我自个儿心 这会儿很好看 说这个话 就是夏老师说 自己呢 要求高啊 就见得也尖锐 一般人都认为 这个恐怕就是好事 我就追出进去了 迷了心了 当然这更快 我这已经背进向心了 这还是在第二面里 大家知道 你背进向心 你不是要舍掉那个劲 取这个心 向这个心 我舍掉那个劲 取我这个心 这不就是有取有舍 有取有舍就是分别 大家说这个劲 它就是心啊 你何必去背 这一切里头都是限量嘛 都是表明真心嘛 都是麻嘛 你所谓的舍是 它就是麻嘛 你还有什么可避子 向心 就是由于你有一个向心的这个念头起 你这个心 也就成了劲了 你所谓的这个心呢 就是一个不动的 安静的 死的 也成了劲了 明明那个劲就是心里去舍 你要去去你这个劲 如果你这一执着一分别 你这个心就成了劲了 还是一个劲 这不多一件事吗 再有刚才就说 你这个念佛这佛号跟咒语 这一句当体即是 一切佛 一切佛徒 一切功德 一切经论 一切戒律 都在这一句里头 不缺少什么 你念就是 但是这里头不缺少一个要去背进向心哪 还需要你天上个背进向心干什么 所以要有这些 所以想说 如果有这一些个 或者是精道弗度 或者西纪玄妙 或者寂功求俗 或者背进向心 谁就说不是老师 老师就 我基本平安安平坦平坦 就是平坦的 道就在平常中啊 习君未小死 反正我这个还吃不消 但是说 这种总之是毛病 我不要把这个作为是正确的 我们第一步才不行 不要去坚持那个错误 你就老老师念 你自由用这一些 你就是留住到第二年 你的念佛是第二年 这个这个这个啊 这样点念 第一念是智 第二念就是实啊 所以学佛不外乎就是四个字 为师宗的转时成智 咱们的人就是八十 八十变成四个智慧 就是成佛 可是你这个修持不就是为转时成智吗 可是你第二念嘛 你还是实 你得念了吗 你还是实 第一念 前到这个念 就是智 你就是放下这些 别管 你放下这些 你就是清清楚楚这么念 就平常常这么念 就老老师这么念 就是智慧 就是四个智慧 就是大言敬至 平等性至 要观察至 成佛所 你第二念就是意识 就是实 你就没转 是不是啊 你就没转 你还是实 差别好吧 而且怎么样呢 随着实就是然 还是然法呀 所以你这个佛号 念得不清净 你随着实啊 就是然 念得什么都一样 然哪 也都花了很多时间了 大家要知道 不能够魂法 不能够问啊 你这个词 还没有离开咱呢 你要依着智 就是静 就是清净 最后是汉译的 无量寿 已经叫做 无量清净 平等 这个名号 非常重要 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 可以翻成 无量寿 无量光啊 还有一个 无量清净 平等 是清净啊 是平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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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少了好多事啊 那你就就是在做平等啊 念佛也是这个境界 我这么着就好 那么着就不好 你总之在这里都要有趣 是平等 这个说的是念佛 底下呢 就说到这个境界呢 做事 佛法释法是打成一天的 比如说我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念佛 我出来 念多少 闭关什么的 出了出闭关 就把这完全就是 弹成痴一样 一分也不减 那就 一生办法 这就叫以身办法 我从前就对于这个佛教我不信了 我就看一些大居士 我说你们这起心功练 还是这么取得管管 这是我念初功练 我说你们这信这个佛 这个佛教没其作用 所以后来等到这个念头大学二年纪 一看金刚定我才明白啊 我敢不是这么回事 我说这些人辜负了佛法 哈哈哈哈 这个是在世上 我们怎么是第一年啊 阔然而大功 越来而顺利 世主教 阔然而大功 太阔了 我们的心太小了 大功无尊 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其实这都是 你要这么做顺利 就是极殊胜的羞耻 所以这个道教什么也都是这么讲的 静处养动处练 你掌养圣胎 你越是在那个静处那儿养啊 你就是那样是会养 你动处不能练你怎么行啊 你就是这个这个温室的花木啊 你就是一到处后 风雪之风你就完了 哈哈哈哈 那你养什么呀 花儿养了过山冬岛 你不能拿到外边来的 不能成为松伯 不能成财 这净处养了动中恋了 所以就不能离开释法啊 你不是能打成两句 是大功 无心者明就无私者明就无我者明啊 功他没有我就功啊 没有私心他就明啊 所以总是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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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摊啊 一个摊啊 这个那就是 有的人这是小小小扩大了的个人主义 啊这是我的家庭啊 啊这或者是我的学校啊 啊这是我的什么单位了啊 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会了 什么时候 嗯扩大了个人大功 所以佛教的一切福就一切共产 大功 扩然而大功 勿来而顺 心 内心 对一切事物之来 顺 顺 顺得很好 这不是顺他就是相顺的就没有矛盾了 抵触啊 抵触啊矛盾啊 计较分别啊 种种种种 那些东西不顺 不来而顺也 相顺 为什么才能顺呢 有物跟我是一体 所以孟子也说万物皆备于我 不要说佛法了万物皆备于我 我都备有万物 这万物就是我的一副 不顺 那么既然这个来的这一切都是我 你这还有什么叫做不顺的 还有什么矛盾的 我跟我有点矛盾 我这个左手跟右手闹矛盾 哈哈哈哈 我就把你的右手去干了 左手我不帮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啊 没有这个事 没有毛子没有底柱 是不是 配合得非常好嘛 啊 你牙子就咬饭 是不是 啊 舌头就往里头送 牙子就一毛子 你牙倒咬舌头就不行了 那这鼓脑那个偶尔 那这算不 算不 算不 他前脚走了后 第二腿就跟上来了 那一体嘛 啊 配合得非常好 而这个顺利 还有两个比方 这个顺利 说世未至于将近 事情没有道理 不要牵就在这儿啊 牵肠挂肚 事情过了过了之后 你也不要在那 啊 思虑成虫啊 这点留恋啊 当然这个事件呢 包括了一些内容啊 不出推着巨星这个事来 你说明天要考试 我今天就到了 卷子来的时候 我再去啊 嗯 去答问题 这么体会 太急性了 是不是啊 哈哈哈 啊 啊 那这个人来的主要也在这儿 那这个人来的主要也在这儿 那这样不自得每次 你学的题目 我先去做 我先去温习 虽然考试还没有到 但是你这个这个准备 也包括在这个事里 啊 事情过了之后嘛 我要好好总结总结 我这都抱在事情 我单纯起来 啊 我这个事儿 先就别管 后的我也不管 所以只要是到了考厂 给我卷子嘛 我就开始了 这个就是这个季节 是 要包括在这个机构 啊 啊 这些事情都在那儿 啊 晕阳啊 啊 那第一个阶段呢 第二个阶段呢 实际完了之后总结啊 啊 这都处于试着吧 你弄了 这一个事情 如果旧到之前 你用不着 你在那儿去 这些干净 过去了 过去了 总结完 总结完 就完了 做事就是 做就好做 好做我们就这 这样就做 坦坦荡荡 这君者坦荡荡 小人长秦平 小人这儿老是在那儿愁啊 老是揪心教育 所以文良 XVIII 付得很好 而友吾同佣 那我现在发愁就是我没有嘛,你把房子也给我了,什么住也给我了,什么都来了,我就不悠了,那还怪了,没有这个事,有了你更悠。 有了有了,又怕,哇,一定要地震,我对这好多一块儿就给我震霉了。 来的什么什么社会秩序乱的,来的这些人就给你都给你搬走了。 对吧,你害,所以吃少俱有又又非常啊。 既然说怎么又爱人,又想又爱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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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跟别人感情好,又害怕了。 我有个孩子,孩子这中间他万一他要病了怎么办呢,他说这还往回来一点我就担心了。 小人长急,就没有一个时候是快乐了,总的极其量的,君子的财,心就不留一点点东西。 是来了,事情来就办,办完就完了,是不是? 敬人事,敬天命。我人事该做的,我做嘛。 这到底怎么样成功不成功,那还有一个天命啊。 但是敬天命就没有成其心。 不是这个都是你事情也去,干对的事情就成功了。 这事只是你尽到你应当做的一份,你该做的你做,到底怎么样? 还要敬天命啊。 他躲得敬天命,他就不算抽搐去优质了。 谈啊,就是这个瓶的意思,荡就是空的意思,喃当当。 所以底下就说,见空持体恒成啊。见是镜子。 镜子就有一台空啊。 就来什么都能照什么,镜子里的原来没有影,本来什么都没有。 它空的嘛,他说你什么时候来了就显着显着。 这荡荡然啊,镜子不是荡荡然吗?我们有一切都没有,荡然无余啊。 这个横就是秤啊,度量秤啊,横就是秤啊。秤点儿一平。 那平才是药荣分量啊,是吧? 那个这个拖一弄一平,一平啊,就直接打手就出去了。 谈就是平啊,心中很平啊,心中很空啊。 不就最空如那个秤的平。 这个坦坦在这里的坦坦啊,平啊,平啊,倒是这样。 也是要放下的。没有。 连放下也放下。 这就是无来而顺。 你看這個蹭 它這瓶一瓶有多少斤就不少 進我的功夫了 誰來一照就蹭了 照一照沒洗乾你看看啊 我再洗一洗 這是第一面呢 底下就不是了 第二面了 計較人我 這人我是非 最早就我們很有關心 人與人之關 就做了在這個場面 我們的功夫在哪兒 就在這些地方 你在哪兒去看功夫去 在哪兒看功夫去 你老有人我是非 我的機關那裡頭這幾個也是我跟我那幾個做對的 家庭也是這樣 我街坊也有幾個 這幾個街坊也有那幾個街坊是不行的 這處處都是人我是非 這整個就是 修行不得了 人都在人我之中啊 我一直老是在這兒計較人我 計較人我 他就會出中派 你跟我一致著嗎 這就談著來著 不跟我一致著就有成天了 對也不對了 呵呵呵 自可說不對也對了 那就鬧了 那個天都大亂了 為什麼世界上老亂呢 都在這些地方上嗎 總是不能夠真正的相見一臣 那總還是有一些個啊 這是我這個斑點啊 哈哈哈哈 用人為親啊 這是吧 這就是人我 用人為賢呢 他就不是沒這個事 所以內局不備親 外局不備之處 真正我這個家人是賢慧的 我這個人可以對這個賢 真正他是仇人有個人才 需要他的事 我照樣推薦 這還有什麽忠奈啊 我們這個古人 他們這個傳統還有很多法律的東西啊 這就是不要得是非 是非得是 所以我們講的這個得是心態 這就是換著換是 哎呀 得到少之後 我又把丟了怎麼辦 換著換是 那這就不得了啦 都是在這個人我是非裏頭就在這看著 看故事顧慮 就看到這個得失啊 考慮這個欲善啊 就算起這一些 不遷於感情 感情意思 明明知道不對的 後來這個感情 哎呀 啊 這個兒子在山的哀求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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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人在枕邊在山的這個啊 哈哈 啊 這個勸勇啊 之後就扯了啊 不行就行了 你知道不合原則 哎哈哈 下不為力 只要開了這個力 它以後就多了 下了就多了 下不為力 你只要有這個 只要開著這頭 你以後就無求無盡 這欠你感情 我感情我自成為常不合而 最初不是想堅持原則 你就是這個感情這個 你過不了這一波 所以夏老師 你不能做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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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力這一關 你沒有資格學到 就是視力 你就是想趨民復勢 它就是闊人的表格 你就是想搬容復縫 它就是這個某無相啊 它這個話就是對 這個沒有地位 就是不對 這種視力的觀點 你這個視力的觀點 這個視力這個突破 根本不能選擇 根本不能選擇 你過不了感情這一關就不能不知道 兒女情 所以我這個陳大師兄 最後我就很贊贊他 啊 他嘛父親感情 父親感情很好 他對陳大師兄 他對陳大師兄 還是幹什麼啊 在靈動的時候 他這個肺氣腫 陳大師兄 預備了這個這個氧氣給他敷敷氧 他連你搖著手 搖著手 再說去去去 那 這就好 去去去 啊 所以就說 你這老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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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女情長 兒女情長就是英雄氣短啊 那些英雄都不夠了 你才能入道呢 所以不破感情這一關啊 不能入道 不要破視力這一關 多少在視力呢 那就是不 根據這個柔秀 視力的地位 有名望的更難斷 我老子他天生的有這麼個知識 啊 就是那個 我這個表明是準的 他那個 壞人的表 他的比我的還準 哈哈哈哈哈哈 這叫視力 視力的入谷 你都說入谷 入好辦 你這個他根本不能學到 你破了這一關 要感情這一關 最後還有一關 你破不了生死這一關 你不能正到 這也是三關 這也很具體 所以說 遷於感情 這就是說你已經不是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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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力的這些關鍵 這是為感情做情的 老朋友 老婆 哥們意思嗎 也關於 什麼兒女情啊等等等等等等 那也是念念的 為感情做情的 為情做情的 這個情是個壞事啊,所以無情不能學過,就是又不能學過。 你這個人是能學懂的,就知道自己,對於什麽都沒有情感,你這個人還能學啊?不行啊。 可是情不婚就不能這麼無道啊。 所以老子說太上就亡情。 所以就好像那個講忘我似的,他要忘我,太老子講忘情啊。 我們佛教就徹底啊,那就真正是情要功。 你不是忘,是空。 是情加愛所啊。 有多少人在情加愛所裡? 我今天早上聽一段英文文章,就說怎麽到關了錄音機再多。 就外國人文化了,不能停止。 不光是科學,人家在這個性靈上。 兒童故事是很深的。 我出來是科學,人家在這兩個叫做。 定下者或者是一氣用事。 這就更難題的,說科技。 也能砍開機槓。 做出點別人做不到的事。 是一氣用事。 也就是那個科技的。 就是咱们说你别客气没有客气 咱们这个独家用这个客气两个字 客是对主说的 就是说你这个说一种 所以这个蝉露之话 鼓舟饭气 你说鼓舟饭气干什么 你吃这个很多很有气力 你鼓这个气力 就好像说今天咱们到英国公司点灯 别人都点三个五个 我这点二十盏灯 别人都会点我这点少了 大好看 多点点 一气勇气 那你这个点二十盏灯 你的功德不见得比你三盏灯大 甚至还不如回着那个三盏 好看这类的事情 你一气 甚至于就是说那个那个那个 石头军打仗子 挂着炸弹去炸日本的那个三个车 都是给你磕头的 喝着酒喝着我去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买过 蛇气贵人 有的也是义气勇士 这个就是出发点的互聪 这个就很大 就是一种义气 一种客气 你也是一种做作 就看我演戏 我就要演着一个风云英雄人物 所以我这看开机场 实在是他这里头 他不管是来的真心 做派在里头 那么这就留住第二年 一样是做事情 或者即将人活 要老公子 患得患失 对这感情所迁行 对这个义气所激动 第一念 这个书雅讲天理 天人之分 这属于第一念就是天理 天的就是自然之分 第二念就是人欲 所以有人有我 有德有失 就是感情无知 及意气所激动 这个是欲 所以书雅导致说人天之分 这思想在那斗争 这就是人天在那之分的地方 这个事 老给我这托人情 我到底答应不答应 这也有斗争 我这儿子做了坏事 我敢不敢检局 这也是 这就有人天之分的 你这个我儿子都算了 这该该就算了 这就是人呐 那大公公司 这该该犯罪就检局 这就是天呐 天是天理 人是人欲 训欲即暗 是寻理自明 不讲世界法吗 你这个从欲出发 你就余暗 所以跟这个话 无我者公 无私者明 有我 他就不明 他不糊涂啊 所以个人主义 就使人愚蠢了 个人主义 是万恶之言 这些话都对 要是就这个道理 你这一考虑到个人 你就蠢了 你这个道理 你就见不着 就见不着 所以寻欲就有难 那愚啊 唇 唬 唇离 都不这个天理 所以说 土是合乎的一面 就光明 就功明 就开明 在如出世 其实这个是 你要把它生了 划着 跟佛家一生 完全是一样 而这个离就是离底 实际的本土 都是实相 当然就明 所以明即即如来 那这个佛 是无知无不知 罪明 所以就给我们 开设我们的法门 所以我们就能得到 这些办法 能得到度 多难哪 咱们这个习气 就是如油入面了 啊 这家庭妇女都能做 那问题 你要是把这个油 祸到面里去了 那个问题是 已经油入了面里 就走到面里去了 现在要把这个油拿出来 你别的方法 就是要把这个油 从这个面里拿出来 这修三大阿僧细节 大家都以为 我一念佛 我修三大阿僧细节 我就成佛了 这才是见鬼呢 谁跟你这么说过呢 自个儿这瞎说 你发了菩提心以后 行菩萨道 三大阿僧细节 你没发菩提心 你还不知哪年哪月呢 从哪哪 还没开始呢 还没开始呢 幼儿园还没进呢 你说这种大学变 你是谁这种最大年呢 那三大阿僧细节 从哪儿开始 你发了菩提心 行菩萨道 按大圣 行菩萨道 你现在就是修这个 这什么气功 这个单转了多少次 你还没上个幼儿园呢 你哪天毕业 谁知道 驴年 人家说驴年 都说驴年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 咱们这个无上力 即身成佛 我们这些道理不懂 你不知道重视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很很大事 可亲 所以我们就希望咱们在座的每一位 这无和哪个都包括在那样 大的小的老的老中青啊 包括小幼小儿啊 各个咱们精神解决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事儿 你说什么 你个念佛 就是说这个就是 你就是叫你别管这些事儿 这个事儿是叫你赏进的事儿 叫你把自己念清楚 这有什么男的都自己在这儿 董祖父在这儿 跟阿弥陀佛自己在这儿 那大明律 大明律 乌玛丽别灭 你看这刚才是 乌玛丽真的 红水其中的 自己分明 就这么平平堂堂 就这么老实念 就是第一念 这疼下去的时候 这件事儿 确信 确信 是啊 你无意义比过 就是 永远把这个法 把明明是无漏法 变成有漏法 一有漏就 吃饭了 有漏就吃饭了 所以现在就是把这个 最近啊 念第二天的 作为咱们这一段的结束 这里头 每个人都可以从那里吸收一定的 现在用得上的 你念佛之后 你有哪一些这是呢 是明明告你 这是第二年的 这个我们就认识它 我们不要再要按着这个去做 把它当作是对的 现在知道这个不对 能不能把它去了呢 另外 别着急 要着急呀 你说 着急就一定不成功 欲苏则不达 你豁出这一辈子去 豁出去刻骨去 咬牙牙把这牙能咬碎 一切这个困苦艰难 什么苦难来考验 我坚持 你有这个劲 你就想很快什么什么 很容易什么什么 这根本不是一个向导的心情 非得有这种坚决的 说能够这个 所以咬碎个铁吉利 你事情也就是很简单 你就这么念去 你说是没有一句是做不到的 就是 不大可惜 念着念着去觉得不对 还是不对 还是不对 还是享有点学妙 多少总来点学妙 我才能享有 你总让我看一眼吧 哈哈哈 是不是 得点什么证明 你这一个享有所得 我就跟那个心情就全定了 你无所得过 心情能不能告诉你 你无所得过 就心无挂碍 无所不为一心 那边的 究竟业 你这个就必须要跟 释迦牟尼波常对谈 跟观世音波常对谈 这个观世音波常这么做的 我就要享有 实际 你这分析就整 他明明他就是不是这么个事 释迦牟尼波常对谈 你无所得 无所得 无所得乎 得了都都咱们咱们咱们 不我偏要有所得 我要没点德嘛 我就不放心 那你就是 你这是你是信不 还是不信不 所以有的事情可笑就在这 还是要觉得我懂得挺好 实际上你这个在最根本上 根本意上 就是跟释迦牟尼波 有关系的 对 所以我们就要说 大家要注意这个 所以就是一教奉心 所以这个经常 有时候我们看不透的 夏老师在跟 仔细这么一瞧啊 就大起来 对 对 就大起来 就大起来 咱们现在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运用到一切事上 这个东西 进了一步 但是我们总之少 像是搞一些人物 不要老患得患吃 这个感情 我咱们提了一个 叫淡一些 都断这个感情 大家说淡一些 平淡 不要那么心连心的 你平等一点 我的孩子和银居的孩子 你能不能平等一点 为什么我老想我那个孩子 我怎么不想结婚的孩子 你还老想大死大悲 在这个地方 连小子小悲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这么联系实际 我们慢慢来 也被他们着急 先得念 然后就说 在这些这个 这个主席 捷悟 让我们一共一共的 还是有所谓的主义 我想跟人家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 这是人物 关键 说了半天还是根据一个 有我 再说 这个人主义 个人英雄主义 想快成功能 都在个人英雄主义 哈哈哈哈哈哈 个人英雄主义 还是个人主义 最久 这个 这个光明主义 你家里有一个掃 他就是这一家人的合保复杂 你虽然不能练 这个再个合保复杂 这关系 说我们就是要 俩作 wählt 这咱们是一个共同体,两个界面是个共同体。 随多有两共,随多有共业的这个负担。 随色禅归境常有,禅是这么近的。 这个下老师会有这个, 色禅归境从来有,舍境从禅为师。 就这样,没听见过我,有时候把净度不干的,那人还叫蝉症。 蝉症的,不是蝉症的,不是蝉症的,是蝉症的,归到净度的。 蝉症的,归到净度的,蝉症的归境。 归到净度的,蝉症的归境还是好,这个是好。 因为像咱们你说一生不好一生心,那听到这就很浮泛。 他参默蝉的这个心,这个心就是不乎荣誉明啊。 那现在这一面,他就是这个心的,就是这个心的,本来就明现了。 他这一句,他就起说,没有蝉症的。 分量不一样,分量不一样。 啊,你比如说这个净度就是无上寺庙, 这不蝉症的无上寺庙,就无上寺庙有什么奇怪啊? 一切佛都从这个,一个阿寺庙出来,一个陀罗尼,从一个阿寺庙出来,一切佛从陀罗尼出来。 那你那个蝉症在里头,他就是不新鲜了。 那蝉症,哎呀,这个无上寺庙,这就是无上寺庙的。 啊,他这个地方。 我就是真狗的。 我羡慕常常就是,一天,从一天开始。 就念佛议运日,念佛议运日,今天也特别一点,今天就把一点工夫做的,做的。 那么从这么开始,人家一天变三年,三天还是分离就可以写写企业。 可以经常这块做的。 因为在那三年,三天白湖上,四天一天,尼日,无上寺庙。 为什么治疗都没有,对。 但预告是在那边,尼日,不会写写的建议画面。 不用写所有人被写写。 我争内陆庙的人,不需要写写。 感谢观看